币安的财务完全是黑箱操作 据外媒12月20日报道 在经历了客户提款激增和币安币下值急于下降之后 币安正在尽力支撑市场信息 据称币安上周在72小时内处理了60亿美元提款 币安从未披露过所在地和基本财务信息 如收入、利润和现金储备 因此其财务账目就是一个黑匣子 报道指出该公司虽拥有自己的加密货币 但没有透露它在其资产负贷表上的信息 币安用客户的加密货币资产贷款 用借来的资金进行保证金交易 但并未详细说明贷款风险和为提款提供资金的储备 币安在其网站上称 它拥有14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许可证、注册、授权和批准 然而文件显示 币安在当地的企业只向当局提交了少量的业务信息 公开文件还显示 这些单位与币安主交易所之间没有多少资金流动 前币安高管称 这些地方企业是主要的不受监管的交易所的门面 币安声称拥有1.2亿用户 交易量在2021年达到了34万亿美元 币安90%左右的收入取决于加密货币交易 币安是盈利的并且有相当大的现金储备 但从PitchBook的数据 自2018年以来 币安已经进行了150多项风险投资 总额达19亿美元 目前因涉嫌洗钱和违反制裁 币安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一些检察官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 来指控币安及其部分高管 涉嫌欺诈行为